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些重点消息要来关注 一块来了解 金正恩在发表新年贺词时表示 朝鲜由依旧派代表团参加冬奥会与韩国举行会谈 今天是2018年1月1号 我请代表两岸新新闻栏目组 祝福两岸同胞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新年之际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张志军 和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德明 都在2018年第一期《两岸关系》杂志 发表了新年贺词 向两岸同胞致以节日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 张志军发表了题为 共丹民族大义同写时代新篇的新年贺词 他指出 回顾2017年台海形势复杂严峻 台湾当局拒不接受九二共识 阻挠限制两岸交流 放任纵容台独势力推动去中国化 渐进台独 种种倒行逆施 遭到两岸同胞坚决反对 但一年来 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 对台工作重要思想为指引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 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各难前行 引领两岸关系发展正确方向 一年来 我们坚持为台湾同胞办好事 做实事 先后出台20多项政策措施 使台湾同胞在大陆求学有了更多选择 就业有了更多空间 旅行有了更大便利 生活有了更优保障 展望2018年 张志经指出 台海形势更趋复杂严峻 台独势力干扰破坏两岸关系的风险变数增多 我们将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扎实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决心 不会改变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的立场 不会动摇 坚决反对和遏制 各种台独分裂行进的态度 不会含糊 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 增进两岸同胞 扶持亲情的脚步 不会停顿 张志军强调 新的一年是贯彻 中共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祖国大陆 实现更大发展进步之年 我们忠心希望两岸同胞 坚定信心 携手努力 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共同创造属于全体中国人的美好未来 共同书写不复新时代的两岸关系新篇章 陈德明则发表题为 砥砺奋进共济事业的新年贺词 他指出过去一年 因台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 不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遭遇波折 交流合作氛围深受影响 但大陆方面守一个中国原则之政 展增进同胞福祉之臣 竟维护台海稳定之力 推动两岸关系取得新进展 陈德明强调 新的一年 在两岸同胞共同努力之下 两岸关系必将迎来 激着阳青曙光崇耀的一天 和平发展必将在新的历史起点 开拓新的前景 奏响新时期 团结两岸同胞共同奋斗的主旋律 坚定指向国家统一 民族复兴的光明未来 过去一年 因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遭到破坏 2018台海形势将更趋复杂严峻 展望新的一年 如何去维护两岸关系和平稳定 各方都有怎样的观点呢 请小楠带我们梳理一下 好的 张涛 我们带大家来看 首先看到的是香港大公网 就发表文章指出 民进党以为不承认九二共识 就可以阻挠两岸统一 以为大搞去中国话 就可以切断两岸历史的连结 和同胞情谊 但是现实证明的是 两岸同根同源 同文同种 不是凭借某些政客的意识形态 就可以切割的 两岸交流 以与岛内民生经济发展 可以说是息息相关 也不是当局凭借着行政命令 就可以阻挠两岸往来的 可以说 两岸交流三十年的发展历程 充分说明 大陆方面始终是两岸关系发展的 推动者 而两岸民间交流 则是促进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的强大力量 民进党当局逆主流名义而行 注定会以失败收场 我们再来看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协同创新中心专家委员 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 特约研究员郑建 他日前在两岸一家亲论坛当中就表示 文化交流对于两岸关系 是起着不可或缺的缓冲和润滑作用 对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起着不可替代的凝聚和激励作用 统一归根到底是人心的回归 而人心的回归 根本上就是靠的是中华文化 我们再来看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 闽南师范大学 两岸一家亲研究院民意院长 林晓峰他是这么说的 文化融合是实现两岸一家亲的重要基础 以闽南文化为共同文化载体 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接着来看台湾中华统一促进党前主席林郑杰说 两岸是血脉相连的同胞兄弟 中国人是有智慧达成和平统一的 最后来看中评社的社论 中华文化是两岸共同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家园 两岸分九闭合 统一是大势所趋 新的一年希望以文化为根 以和平为怨 祝福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健康发展 好的以上就是我的书里 再把时间交给张涛 好的非常感谢小楠的书里 确实两岸一家亲 在新的一年里 大陆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 将继续积极研究出台政策措施 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 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 让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工作生活更加便利 更加舒心 那么在新的一年里 大陆驻台的工作人员 以及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都有怎样的期待呢 来看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一年一度的大陆驻台机构 企业媒体跨年联欢活动 昨晚在台北举行 他们带来了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 如福建企业带来的闽南花歌曲 爱拼才会迎 驻台机构合唱龙的传人等 大家在歌声与笑声中迎接2018年到来 并祝愿两岸和平发展 我们要秉持两岸一家心的理念 发挥在深入推动民间交流往来过程当中 增进两岸民众的亲情福祉 推动两岸各领域的交流 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所有人包括所有的节目 汇聚成一个意思就是希望两岸未来更好 在前一段时间的2017海峡两岸年度 汉子评选中 开创了创子高票当选 回过2017年 大陆加大对台湾同胞优惠政策 为台湾同胞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 吸引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创业 创造性的深化了两岸民间交往 与此同时 蔡当局不承认九二共识 也给两岸关系带来创伤 如今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 也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能够达成双方的共识 就或许可以再做更多方面的交流 比如说在艺术上 可能在文化上面有更多的一些接触 那在这些方面 如果有多接触的话 对我们台湾其实 不管是在产业上面 或是各方面都有加强的效果 此外 台湾青年还表示 大陆提供了很多优惠条件 如果新一年有机会 也希望到大陆看看 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 当然是都会想要互相有交流 大陆那边相对的就是很大 然后人才都比竞争上面 对自己的挑战会比较多 如果有机会的话 不排斥可以过去 项目卫视驻台记者 廖元台北采访报道 昨晚的跨年夜 您是怎么过的呢 在台湾 烟火秀成为了跨年的主打节目 无论是台北还是高雄的夜空 都被绚烂的烟火给点亮 让民众在欢喜中 一同迎接2018年的到来 现在就跟随了我们的驻台记者 一块去感受一下 2018年的开启方式是什么呢 来到台北 一定不能够错过的 就是101的烟火秀 我现在是在心意商圈 在我附近 我们可以看到是人头攒动 不少人是提前好几个小时 就来这里卡位了 再过三分钟 这场盛大的烟火秀就要开幕了 今年的烟火秀将会结合灯光秀 时长长达六分钟 会是史上最长的一次 三 二 一 新年轮廓 倒数声中 绚烂的烟火 从101底层往上窜 点亮跨年夜空 一层层环状型烟火向外喷射 浓浓喜气 陪着民众一起迎接新年 最特别的是 今年的烟火结合了LED的灯光秀 打造民间老宅主题概念 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 台北的101大楼跨年烟火表演 始于2004年 如今已成为台湾最知名的跨年活动之一 今年的101烟火 耗资6000万新台币 总共有16000发 长达6分钟的烟火 也预示着新的一年多姿多彩 不仅台北有烟火 高雄的烟火秀也吸引了不少民众前往 主办单位打造了全台时长最长的999秒双烟火秀 火树银花同时绽放 搭配灯光特效 呈现各式图腾 让南台湾的天空绝美惊艳 整场烟火秀 其实从晚上11点16分就开始绽放 先是36分钟的奇幻银冰烟火 再到午夜12点重头戏登场 双烟火秀点亮夜空 让民众一饱眼福 欢喜迎接2018 厦门卫视助台记者侯佑华采访报道 下面休息一下 回来以后继续看新闻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两人新新闻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 伴随着2018年的到来 改革开放也走到了40年 40年来 厦门始终弘扬 敢闯 敢试 先行 先试的特区精神 拥历改革开放朝头 从一个滨海小城 发展成为高素质的创新创业之城 和高颜值的生态花园之城 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发挥了经济特区窗口 试验田和排头冰的作用 回顾40年来厦门的发展变化 我们今天就先从船说起 厦门是个港口城市 从渔船到集装箱船 再到游轮 从小额贸易到航运物流 再到现代服务业 绵延200多公里 海岸线上往来穿梭的船只 成为了40年时代变迁的有力见证 新年的第一缕阳光 洒在站在作业的集装箱班轮上 吞吐量刚刚突破1000万标箱的厦门港 就这样从2017年持续奋战到了2018年 用每天的潮起潮落 为一艘又一艘满载货物的集装箱班轮 迎来送往 今天停靠在海仓港区云海码头的这艘 达菲布甘维尔轮 船长398米 属于20万吨级的集装箱船 是厦门港定期的欧洲远洋航线 这种动位的集装箱班轮 出现在厦门海域 在40年前码头工人的印象中 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小的贸易就是靠这个搬船 船的长度呢 应该就是在五六十米吧 早期没有动力的 都是用双手的 然后再划的 生活用品会比较多 当时大宗货物基本没有 运输主要是靠板车 装卸主要是靠人工扛的 从接靠厦门港开港以来的 第一艘集装箱船 香港华盛轮 到第一次开拓厦门到美西的航线 上世纪八十年代 厦门通过船只与航线 开始和国际接轨 九六年 望海公司 第一次开拓了 这个厦门到美西的航线 也开始步入了国际的 这个大港的航线 那么从这个国际大港的航线 开始就引起世界前面的 一些大船公司的注意 厦门港就越来越受到 国际船运公司 航运公司的关注和重视 进入新世纪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大船频繁进入厦门港 从2004年接待可装载 8500个标准箱的中海欧洲号 再到今年接待可装载 超过21000个标准箱的 东方香港号 船舶的大型化 反映了物流运输业的蓬勃发展 见证了经济实力的跃升 随着厦门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现代服务业日益蓬勃发展 2011年海洋神话号邮轮搭载2000多名旅客 从厦门邮轮中心启程前往台湾 这是厦门港首次作为登轮港 开展邮轮旅游 到2017年 厦门全年接待邮轮已达77艘 上午11点长398米的丰鸣号 满载货物缓缓驶离国际货柜码头 而今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厦门也将继续驱动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航船 不断破冰前行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这40年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 多个前所未有的奇迹 而当年中国改革开放是如何被提出的呢 钱小楠被我们带来树立 小楠 好的 张涛 我们来看 1978年的12月18号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 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 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 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开始认真全面地去纠正文化大革命中 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 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事的错误方针 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 并着重指出了毛泽东在我国长期革命斗争中的 巨大作用 确定了解放思想 开动脑筋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并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 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 以阶级斗争为刚的口号 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 重大比例严重的失调的要求 三中全会还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路线 40年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中国人民凭着一股逢山开路 遇水架桥的闯境 凭着一股滴水穿石的韧镜 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指导思想 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这一重要判断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得以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用民族复兴的历史标识 去衡量改革开放的不凡意义 铿锵有力的话语是对过去的总结 更是对未来的谋划 是必胜的信念 更是改革的宣言 回首历史 一种越来越清晰的常识是 如果说过去改革开放为中国发展启动了加速键 现在和将来我们仍然需要力度更大的改革开放 来驱动发展的齿轮 时间已经证明并还将证明 以改革纪念改革 以开放促进开放 是我们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最好的方式 好的 张涛 以上就是我的梳理 再把时间交换给你 好的 非常感谢小楠带来的精心梳理 今天是2018年的第一天 也是厦门地铁一号线开通的第二天 今年云南假期不少的市民游客 都来体验地铁出行带来的方便 同时还能够欣赏到沿途的厦门美景 感受别具意义的地铁游 厦门地铁一号线的日常运行时间 是早上六点半到晚上十点半 虽然还是元旦假期 但上午七点半左右 地铁站的各个站点就开始繁忙起来 不少市民和游客搭上全新的厦门地铁 准备来一次地铁游 今天元旦带小孩子老人一起去玩一下 想去什么今天 我们要去中山公园 我们去体验一下 到景美邪村再转回来 很快 很稳 很漂亮 那个村上也挺好看的 那我们进岛内啊什么的都挺方便 因为我们住在岛外嘛 今年新时代新增城嘛 所以今天第一天我们想说来 过个节 过个节 开心一下 岛内市民搭乘地铁 前往吉美的原博院 吉美学村 成艺科技探索中心等岛外景点游玩 而岛外的市民则搭乘地铁 到古浪雨 南普陀 夏大和环岛路等景点过节 地铁的开通极大的拓展了 市民的日常生活半径 此外还有不少游客带着行李箱 从岛内搭乘地铁到厦门北站坐动车 不用担心堵车 更不用担心雾点 真的很方便 当然 厦门地铁一号线最值得一提的 还有备受市民点赞的跨海段 厦门地铁一号线的高级站 到吉美学村 但大概有两公里是跨海段 可以说是颜值非常的高 站在这个宽敞又舒适的车厢里面 可以看到窗外的大海 同时呢 还可以远眺厦门大桥 心灵大桥 还有富有价根建筑风格的 吉美学村 可以说啊 绝美的海景是尽收眼底 元旦期间 厦门天气晴朗 地铁行至跨海段 视野变得开阔 阳光洒满整个车厢 乘客们纷纷拿起手机 将这蓝天碧海的美景定格下来 觉得挺好的 很方便 然后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 就是可以看海景 这其他城市在无锡啊 在上海都没有这样的 除了地铁跨海段的高颜值 地铁的快捷 准点和舒适体验 都让元旦地铁游成为大热门 而地铁志愿者 地铁站务人员悉心周到的服务 也让市民游客点赞 干净 整洁 外边还有资源者 比如说进地铁的时候 要进行安全检查 这一点是比较好的 我觉得这方面厦门做得很好 坐轮椅的老人啊什么的 工作人员都还是比较积极 因为毕竟我们厦门也是文明城市嘛 大家都还是比较 比较讲文明 我们整个市民的素质还是蛮高的 其实到今天厦门地铁一号线 开通运营了两天 除了第一天的爆满 今天也是有不少的市民 趁着元旦假期最后一天来体验 而明天呢 则是地铁开通后的首个工作日 地铁运营情况会如何呢 是否已经准备好迎接明天的工作日呢 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昨天上午十点 厦门地铁一号线正式开门迎客 仅仅一个小时就发行十九列次 平均每列都几乎达到 一千四百人的额定载客量 厦门民众以颇高的热情 迎接这座城市地铁时代的来临 根据统计 昨天累计进站客运量达 二十万三千七百七十六人次 镇海陆站最为繁忙 达到三点一万人次左右 中山公园站和乌石浦站紧随其后 正常我们屏风时间的话 运行的行车间隔是八分三十五秒 那我们的高峰时间是六分四十五秒 昨天从早上十点到晚上的二十二点三十分 我们所有的时间都是把行车间隔提高的六分四十五秒 确保了我们正常的一个列车的运行 和我们运能的一个充足 2014年4月全面开工建设的厦门地铁一号线 全长三十点三公里 共设二十四个站点 全程通行时间约五十分钟 起步价两元全程七元 相较于昨天的爆满 今天的客流量依然维持在较高水平 截止下午六点 客流量达到十八点四万人次 明天将是地铁开通后首个工作日 对此厦门地铁已经做好充分准备 具体的预估我们可能应该是在十五万到二十万左右吧 我们确保了就是高峰时间 就是我们上加班的高峰 这个时候我们的把我们的行车间隔也是跟一样 也是提高的六分四十五秒 昨晚今万人齐聚 厦门市统安方特梦幻王国迎接新年的到来 今天上午23艘帆船在五元湾扬帆起航 为新的一年开启新篇章 厦门市民用不同的形式共庆元旦 也在心中为新年的到来 许下了美好的新月 三 二 一 新月 昨晚近万名市民游客聚集在厦门同安丙州岛 参加方特梦幻王国跨年狂欢趴活动 炫酷街舞 中式热舞 现场的人们跟随音乐的节奏一起摇摆 气氛十分热烈 今天上午在五元湾游艇港 二十三辆帆船扬帆起航 载着一百九十多名市民游客 出海迎接新年第一缕阳光 我们趁着第一缕的阳光去迎接朝阳 在2018年新年起航一方分盛 辞去2017迎来2018新的一年 你是不是也蓄势待发准备奋力前行了呢 在新年的第一天我们一起许下愿望吧 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呢 我想得到一些狗狗 希望今天能结婚啊 为大家服务 给大家送肉饭啊 祝福厦门给我们外地人一块 属于自己的净土 融入在这个大环境中 祝厦门人民平安幸福健康 国家富长人为生活提高了 厦门最好 更多的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今天假午 厦门市第二中学与厦门市外国语学校 厦门市音乐学校 在五元音乐厅举办了 迎新年迎校庆三校联合音乐会 师生们在音乐与歌声中迎接新一年的到来 2018年时事禅院慈善会会员代表大会 今天在厦门举行 该慈善会决定在农历新年之前 将帮扶福福建广东两省600户贫困户 用爱心迎接新年 据了解2017年时事禅院慈善会的公益支出 达383万元 物资捐赠约100万 元旦假日期间 闽南大西院重磅推出 意大利罗马原版歌剧《茶花女和卡门》 为厦门观众还原意大利罗马式歌剧的富丽堂皇 古浪与和尚团建团70周年歌舞晚会 日前在厦门古浪与音乐厅举行 为观众们献上了一场精彩的表演 古浪与和尚团成立于1958年 曾获得第五届中国国际和尚节银奖等 下面休息一下 回来以后继续看新闻 金正恩在发表新年贺词时表示 朝鲜由依旧派代表团参加冬奥会 与韩国举行会谈 新年一史沙特哈联酋开收增值税 购物天堂不再免税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两岸新新闻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1月1号在发表新年贺词时表示 朝鲜有意派遣代表团参加 即将举行的平昌冬奥会 存在北南当局就此进行紧急会谈的可能性 金正恩通过朝鲜中央电视台 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 今年朝鲜将纪念建国70周年 韩国也将举办冬奥会 今年对北南双方来说 都是有意义的一年 不久后将在韩国举行的冬奥会 是展示民族地位的良好契机 朝鲜真诚希望 此次冬奥会成功举行 金正恩还指出 朝鲜有意采取 包括派遣代表团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 北南当局有可能就此进行紧急会谈 作为血脉相通的同一民族 对于同胞举办的活动 给予帮助是应当做的事情 为改善北南关系 也为保障北南双方 预定将举行的重大活动 应首先从缓和北南尖锐的军事紧张状态 营造朝鲜半岛和平环境开始 停止在朝鲜半岛进行的一切核战争演习 不做激化形式举动 积极营造民族和解氛围 英国与欧盟2017年完成首阶段脱欧谈判 下一步将讨论双方的过渡期安排和贸易协议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昨天表示 2017年是英国在脱欧方面取得进展的一年 2018年将重新展现自信与骄傲 继续就达成脱欧协议取得良好进展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表示 2017年是英国在脱欧方面取得进展的一年 2018年将继续就达成脱欧协议取得良好进展 他表示英国在新一年将致力推动经济 以应付未来挑战 建立一个更繁盛和公平的社会 让所有人受贿 不过代表英国数千间公司的英国商会表示 商界认为英政府在2017年陷入对立和混乱 对于政府尚未交代脱欧后的事宜 商界已渐渐失去耐性 并希望得到明确答案 英国金融时报在2017年12月31号的报道中表示 真正的脱欧谈判2018年才刚刚开始 之前所谓的金融义务 人民权利以及爱尔兰问题 只是谈判的前沿 根据谈判议程 英国脱欧第二阶段谈判 将主要涉及双方未来经济关系 以及更广泛的政治关系 其中包括外交 防务和安全等多个层面 预计双方将开展多轮次的密集谈判 新链与史 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将对绝大多数的商品和服务征收增值税 税率为5% 海湾地区的免税天堂将不再免税 预计绝大部分的商品的价格 将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 沙特和阿联酋政府征收增值税的商品和服务 包括食品 服装 汽油 水 电子产品 电费和酒店住宿 而房地产租售 部分药品 机票等高价商品 不再征税行列 其实从去年10月1号起 阿联酋已经开始对部分商品征收高额消费税 相关商品的价格大幅上涨 在此次征收增值税后 在沙特和阿联酋的生活成本将继续增加约2.5% 两国的物价将更上一层楼 这也引起了部分民众的担忧 很多人在新年到来之前都囤了不少货 长期以来沙特 阿联酋 卡塔尔等海湾国家 对多数行业和企业免税 个人也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因此吸引了大量外企投资 也吸引了很多外国居民来此工作生活 像迪拜等城市更是凭借免税的名片 吸引了来自全球的零售商和消费者 发展成为知名的购物天堂 不过近几年来 全球油价长期低迷 严重依赖油气出口的海湾国家收入瑞减 为摆脱财政困境和实现经济多元化 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六个成员国 决定从2018年起开征增值税 其中沙特和阿联酋将从年初 其他国家将从年底开始实施 以上就是今天的两页新新闻 明天见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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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